中山高中的台湾法语乐活动 比利时贵宾来访 有选修法语的高中学子 特别以法语交流 介绍来宾品尝基隆的在地小吃 在市长谢果良的邀请下 比利时台北办事处马车处长 来到高中校园 比利时著名的IP人物 蓝色小精灵也来到现场 双方互赠礼物 马车处长特别回赠 比利时国旗元素的 黑 黄 红 三色蓝色小精灵公仔 让市长谢果良相当惊喜 今天很开心 很请我们比利时的马车处长 来跟大家介绍更多 比利时的特色 还有用法语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的文化 以及很多很宝贵的一些 我们国家的点点提提 比利时跟我们基隆市政府 有很多未来的合作 包括可能同学 可能是老一辈的蓝色小精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个是我们在各位年代的时候 的一些比较著名的IP 谢谢村长今天我们过来指导一下 市府教育处说 未来也期待有机会 能邀请比利时的学校 与本市交流 也借此培养基隆学子的双语能力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